我在学雕塑的时候 老师就跟我说 你学生干什么呀 我开始做的时候 相当于是一个叫电焊工 我要把金属切断 然后这个之后 我要把很多的木头定成 那是个木工的工作 然后我们要上很多的泥 焦霸工就是去做很多的泥 然后我们有胆石膏 我们叫油工 最后又翻玻璃缸 要翻制工人 也就是从这个过程之中 我一直在做一些工人的工作 而且在30天的工作之中 可能只有5天到10天的时间 我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 在很优雅地去做一些艺术创作 我大部分的时间 全是做一些工人的工作 你要想获得别人尊重 你必须有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你要有理想 你要有不一样的生活 我觉得这是我能做到的 而且我能享受这些东西 艺术就是一个挺享受的事情 其实活很累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